我是杨凡 给你读一段我的文章 我的干妈 我只有一个干妈 我和干妈相识了35年 她比我年轻8岁 比任何导演都漂亮 因为她是明星 但是却又比任何明星都实在 因为她是导演 她得过无数的电影奖项 也为电影付出最多的心血 她的经历套用张爱玲 太太万岁中的对白 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对了 她的姐姐就叫张爱玲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 这是张爱玲的妹妹 我的干妈张爱佳 我姐姐真的是叫张爱玲 对啊 恭喜你啊 得到国家文艺奖 然后金马奖第十九次个人提名 谢谢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我可以跟你聊天 因为记得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 好像是我也请了你 上在香港的书展 跟我聊天 那个时候是我做主角 现在是您做主角啊 不会哦 跟你在一起 没有人敢做主角 没有 你是永远的主角 2020年到现在 2022年 在这个漫长的两年之中啊 哇 我看你是从来没有停过 演了主演了三部电影 包括现在要上的这部 灯火阑珊啊 还有你还做了那个舞台剧 然后呢 你又去做了这个很伟大的念念青春 你做了那么多事情啊 我发现其实你的生活啊 虽然说是很简单 但是实在很复杂 因为你们家有那么多个工人 那个司机一下这个放假 然后你的肝儿又病了 要给他去做食物送去给他吃 你看我们俩认识这么久 我们俩很少有这么在镜头面前 这样好像很正式的这么聊天 对啊 其实我们俩是除了吵架那段时间 不讲话以外 我们几乎是大概每一天到两天 一定要早上通电话 几十年老朋友 跟杨帆不吵架的人也不多了 吵完架还可以做朋友 还都保持干妈干 真的是很难得 很难得的 是不容易的 对啊 我就觉得就是人生到某个阶段去想 就必须要做某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这句话最有用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你为了《纪元台》这部电影 你花的心血跟你一直不停地四处 全世界这样去跑 到各地去找最好的技术人员 不管是台湾 我们的谢大师 谢大师了现在 然后中国的我们内地的张刚张大师 然后你又跑到 我记得你跑到Chack去做音乐 对啊 对啊 你到然后找齐玉回来唱主题去 你就四处在找所有的人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一个剧作 在当时我都觉得很享受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哎呀我又在学东西啊 因为我从来没有拍过动画的 是 多少年前啊你叫我到你办公室去 对啊 然后你说你找了一批大学生来做一个像Clash一样的 对对对 Passo Doble 那个时候我想要拍一部戏 那个storyboard就是一个好像动画一样的 是然后就是全部是剪贴出来的一个城市 然后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全部是剪贴出来的 你知道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那个后来就突然间就出现了机缘台这个故事 然后后来你来找我去配音的时候 你说你可以不可以先帮我配 然后我们抓你的嘴型 然后再来画 这个人物的嘴型的动感 那个是多少多少的功夫 我相信很多人真的是对动画 尤其是成人动画 是太不了解了 这个后面的这种辛苦 所以我而且我觉得你真的是为香港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就是你记录了香港六十年代的这个整个的过程 它的美丽 那每次当我们看到 尤其在我在Venice的时候 给你看那个大荧幕出来的时候 哇 心中就是那种感动 觉得一种骄傲 而且在大荧幕看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尤其是美术的细节 那我觉得这种美术的细节只有真正爱美的人才能够做得出来 就是你 真的是美得不得了 你最支持我的了 不是支持 我觉得是你值得支持的事情我一定支持 我觉得要跟你翻脸的时候我一定跟你翻脸 但是你没有跟我翻脸 因为你讲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 杨凡的电影我不可以给意见 我只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 这太棒了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 你是在那个迪斯奈勒 就是配那个迪斯奈 然后那个时候我跟那个黄詹在那里 对啊 然后呢你在那边演那个什么 一下子那个小样 然后一下女巫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下公主 对对对 对对对 我演了好几个角色 对啊 我一看 哇 我是这个女的那么厉害 然后那个黄詹他说 这个女孩子他不可以埋没在配音间 我说人家根本就没有埋没在配音间 人家爱情都很在配音间里面 我在配音间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对啊 因为当年的配音间 第一你看到了就是 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大明星 或者是很出色的演员 声音是不行的 对白是讲不好的 然后我也觉得说 我要学习配音 声音的表演是多么的重要 然后呢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 跟着配音间看了所有的这些 每三天就看一部电影 我看了多少的电影 那时候看了多少的港产片 台湾的片子 香港片 然后就发觉好多片子 早上这一部跟晚上那一部 也差不多 为什么呢 然后忽然有一天 你就会看到一部戏 这部戏又不太一样 他们说这部戏是张彻导演的 你就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可是你再看到一些 又是差不多东西 然后再看一部 这个又不太同 这叫陈刚导演 你就会开始发觉说 原来不一样的导演 他有不一样的风格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才学习 电影是什么 你想我当初回来 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 真的是个零 才十几岁呀 才十几岁 真的 所以我真的就在配音间里 我学习到太多 所以我非常感激 配音间给我的这些学习 没有人 我们那时候哪里有什么学校 什么参加县 什么藝術学院 什么这个学院 那个学院 什么硕士 什么市 什么都没有 真的就是苦哈哈的现场 就是学习 然后人家问我说 你怎么会那么会带演员 我说我告诉你有一个导演 教了我最棒的一招 可是这个导演 大家很多人都更忘记 就叫蔡阳明导演 我知道啊 你记得啊 蔡阳明导演 他本身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导演 那时候我演了他一部戏 是我跟柯俊雄演的 叫《昨日冲冲》 你看我都还记得 我记性其实不好记得 这部戏 我就很记得 我要演一个情感戏的时候 平常你知道 现场很多导演 都很喜欢大声喊叫 这个戏你要怎么这么好 你这个戏怎么 他就很喜欢告诉大家 我是导演 你知道吗 可是蔡阳明就不会 他就走到我身边来 很轻声地跟我讲 这场戏的情感 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感情 这个人是这样子 他就喊 你那个人就整个轰 就进去了一个情境 就是这一招 所以我后来带很多很多的演员 在现场的时候 我绝不大声 尤其是我们都是拍文艺片 我就觉得像这样子的东西 说你让演员要进入一个情境 像田壮壮导演 我拍吴清源 对 我有一场戏就是 我一个人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 在等我的儿子回来 然后我就看他把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打完一个很简单的光影 他就全部躲在一个角落 很黑的一个角落 整个的场地就给了我 我那个时候突然间就感觉 自己就是那个人 你就很珍惜这个导演 给我的空间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 我跟随好的导演 学到的东西 然后你跟那个不好的导演 拍了一个叫做海上花 那个导演呢 就是让你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要穿高跟鞋 要穿着高跟鞋而走出来 我觉得也很棒啊 所以为什么我后来 我也很知道啊 就是当我要在什么什么场合时 我一定要穿高跟鞋 就是你当你要走出来 要有个样子 什么是优雅 什么是什么时候 你就是要穿着一个 让你自己有个高度 要挺直 就算你没有穿高跟鞋 你要挺直胸膛走出来 这是一种气质 谢谢你 谢谢谢谢 我是拍的第一个戏是《少女日记》 全是新人 他们我也教不了他们 他们也教不了我 然后第二个戏呢 就是《玫瑰的故事》 张曼玉 我记得拍第一天戏的时候啊 那个张曼玉呢 就是在巴黎的家 跟那个周润发见面 他就要去开门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激动的一个表情 然后呢我就跟张曼玉讲 你这怎么怎么走走 那边怎么怎么去开门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张曼玉走了一次 我说这不对啊 我想你要更加激动一点啊 因为兄妹那么久没见啊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他说导演啊 你不要教我那么多 我一听见那个camera 在roll的时候呢 我的情绪就会出来了 我说好 结果他就 我们就roll camera 他就做出来做得很好 我说哎是的 是不是以后就是那些演员啊 我是要放松给他们去做 所以后来我都不教戏的 当然其中有一些例外 譬如说你在那个海上花监牢里面 在抽烟的时候 在回想过去的时候 我会说 Suvia你的 你的那个头稍微抬高一点 望得远一点 然后那个光射到你的眼睛啊 这些我会做 你呢就是这么多年来啊 一直在支持着新的演员 新的导演或者新的制作 一直没有停过 你要记得我们也是从新人过来的 我不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新人啊 是吗 真的 真的 我做过新人我被哇 还被我剪掉 我被你剪掉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我在威尼斯拿了一个那个 最佳编剧那个金石奖啊 我就出了一本书 这个《放华虚度》里面有一个剧本奖 那个剧本单薄的不得了 但是里面我就有写就是我写剧本 那个启蒙老师就是你 因为那个时候我常常要你替我改对白啊 就是《美少年制恋》是第一个就是照着你的吩咐去做的 写一个中篇小说 然后后来《游圆寂寞》 所有的我就开始写了 写写写 你知道你的文字是非常漂亮的 谢谢 真的 那等一下你要替我读一段的 这你读那有什么问题 你整部戏我都帮你读了 你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很优雅的一种的写法 那种方式呢是不是现代人 能够catch到的一个味道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的电影呢 不是现代人看的 是老的 所以我觉得 不是不是老 你不要我们讲老是 我们只不过讲说那个是一个以前的 就是有在那个年代的一种那种风韵 就譬如我们这两天讲什么新电影新电影 我就会想说什么叫新电影 我们那个四十年代我们讲我们是新电影 那我们现在那个新电影先拿出来是不是就是老电影了呢 所以我们只能讲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年代 我们自己说我们的故事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的新电影 就像现在这些孩子们年轻人看到我们 我们就是老人了 变成了 我不觉得应该这样分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故事 其实我们有的手法 其实比他们还新 我们一直在努力打破我们的安全网 而他们一直在跟随我们的某些东西在走 还有他们在自己给自己建筑很多 多的 他们的安全网 对啊 你只要够勇敢 你就敢走出一个自己的路出来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你有没有走出你自己的语言 所以其实我第三部电影啊 直到拍妖间皇后之前啊 我都觉得那是我拍的最好的那个电影就是海上花 然后我写了很多那些对白让你念啊 回忆啊 感情的失落啊 我都觉得写得很好 我跟你讲 我都讲说 我如果现在再重回年轻的话 我觉得我会演得更好 当年轻那一段我觉得我演的是不错 我觉得后面那一段我觉得 我如果现在的话我会演得更好 体会更深一点 这个真是没有办法 每一个演员都随着年龄的成长一定是 当然应该是有进步 对啊 就刚才我们在讲就是说对年轻人的支持啊 我前些日子不是寄了一张照片给你吗 我在网上突然间跳出一张照片 就是你跟张国荣啊 两个人的拍的照片 我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张国荣来你家吃过饭 我很感动就是那个时候张国荣他刚刚出来 他在一个不明不经传的一个电视台 在做一个主持他自己的一个节目 然后那个时候你是如日当中的那个 哇大明星啊 我就带张国荣到你家吃饭 我很记得 然后张国荣他说你可不可以上我的节目 你就随便答应了 后来怎么去上我都不知道 我都没有看过你上他那个节目唱什么歌 但是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哎呀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张 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人理张国荣 你居然一个大明星的姿态去上他的那个节目 我都一直讲嘛 就是我记得我有年做金马奖的时候 刚开始做主席的时候 我有去跟文天祥老师讲 我说我希望第一年我就出来 我是第一个颁奖 我颁最佳女配奖 我说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人再会争 说我一定要颁什么奖 我说因为我就是从最佳女配奖出来的 颁什么奖都是一样的重要 对我来讲我走了这么五十多年了 什么东西都差不多都感受过看过 所以我也不会再去觉得这种东西 分了太多的阶级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像尤其是年轻人新人 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我以前一样嘛 大家都要经历过这么长 才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那我也很感恩 我还可以继续再往前走的话 那是很感恩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享受跟很多年轻人一起工作 那些年轻人特别特别喜欢你 所以你一看你一出来哇张姐张姐 我觉得好像是做这一行啊 或者在做艺术工作里面的话呢 大家这个默契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你不管是演员也好工作人也好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对啊 好像你在替我这个纪元台7号配音 我们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就把那个本子交给你 其实最初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说啊干嘛你要替我配音啊 他说你把本子拿过来啊 我说不需要本子你就只有两句对白 对对对对对 干嘛的那个脸上好像有点失望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小小的制作嘛 都准备把它搞好了 我就我就说那干嘛 你是不是真是要配呢 这个本子在这边 他说好啊 然后你一答应了之后 后来的那些什么吴彦祖啊 赵薇啊 许元华啊 他全都跟着来 结果就变成那个幕后配音 是那么大的一个制作 哦太恐怖了 你那个几乎是你所有的 你所有认识的 就是因为你啊 都被我刷光了那个卡 对啊 他跟我讲说我只有两句 我说啊只有两句 还要配个法国女人 法国女人讲中文 那我想嗯好吧 随便你讲的就好像说 那两句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在配音的时候啊 我就把那个本子交给你 你本来是照着你自己的 一个方法去念 我只要讲一点点 我说这个地方好像是感觉 是应该要慢一点啊 然后这个节奏是怎么样 我讲得很简单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的 结果后来你就全部把它 用你自己的这个方式 完全讲出来啊 然后结果你的这个配音啊 在国际上 他那些人不会听中文的啊 他们都爱你这个余太太 爱得不得了 我觉得是最美丽的一个动物 最迷人的一个太太 其实我最近一再想 我说到底我们 我们做这一行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一个服务业 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是一个服务业 我们做演员要服务导演 那我其实我觉得做导演也好 编剧 我们是在服务 服务很多观众的情绪 你想电影其实也服务了很多人的情感 你喜欢艺术也好 像他都在服务你 就你的作品 像很多的到了艺术家 我觉得 都是很多人都是到后期 尤其是后来 这些东西都被很多人炒 就是等于是炒作之下 突然间它变成了一个很商业品 反而是失掉它当初 所以再看回他们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有多少人真的能明白 不谦虚啊 我觉得我的文字就是做了很多东西 是人家做不到的 其实我在这里面得到很多的乐趣 以前我拍电影的就好像是 用文字去写这个电影 是 因为其实电影这东西是很现代的 他们要就是当时看到 当时要刺激 假设你要去国际的话 那你要很多不同的那些关系 要怎么去打那些关系 那你知道我从头到尾 我都是一个人在做 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了 但是今天我觉得我自己 可以站得起来 然后就是一个时间去say goodbye 方法虚度后面的有两本书我要写 这两本书呢 一本叫新元一马 一本叫做君子协定 我把它写完 这几本书会很特别的 那我很期待 我自己都很期待的 最不谦虚的一位 我绝对不谦虚 我会好好地把这其他的两本书 然后三本一连串起来的话 算是一个交代吧 所以你要我读你的书吗 好的 方华虚度 这个是2020年我们准备在香港盛大的书展去读的 我就要麻烦你完成我的那个美梦 因为我的就是梦想 在那个香港的书展 然后面对着500多人的位置上面 你亲口读给读者们听 然后现在呢 我想你读给更多人 更多人听 似乎楼上那头幻觉中的黑猫又在客厅中溜过 于太太从厨房端了两碗汤圆出来 望着书桌上的年轻人 确实也郎才女貌 他不禁多望了紫明两眼 这个男孩穿着一件白色短袖的棉衬衫 里面一件立功名汉背心 纵使是割了两层的布料 都掩盖不住那无敌的青春 隐约也可以感觉肌肉的颤动 挑衍出一种抚摸的欲望 于太太为了这个从未有过的念头 有点自责 却又在这一刻 紫明忽然转头回望 于太太的脸颊感觉一阵晕红 勉强走到书架随便选了一本书 再转身走回自己房间 似乎窗外那对黑猫的眼睛 还是望着躺在床上的于太太 虽然休息半想 心头那一阵晕眩仍然没有过去 毕竟这是她四十年来的第一个春天 太好了 太感动了 为什么我是她的干妈 你们想知道吗 很想知道 对不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开始住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俩住同一条街 然后呢她就没事就要到我家来 教我煮饭给她吃 那我也就很乐意 因为很爱煮饭 就煮饭给她吃 然后她就在我家来跟我聊天 我们俩拍照 我们俩就好玩开心 嘻嘻哈嘻嘻哈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晚上 我必须要出去有应酬 我也得先煮完饭给她吃 我才能出去 那你觉得这不是妈还是什么呢 所以她就说你就是我干妈了 对呀 我第一个婚姻的失败也是因为她 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你的一些朋友就说 哦 那个她是你干妈 那你要叫我干阿姨 我很严肃地说 我只有一个干妈 你们不可以逼得我叫你干阿姨 对呀 这个就是为什么过来我就被妈的干妈 对呀 到现在为止也是啊 就是她会说 那我饺子吃完了 馒头吃完了 那我觉得啊好好好 就赶快就把饺子给她送过去 这个是 这个就是一个妈会做的事 我从年轻到现在 拍我拍的最美的就是你 我都肯定的啊 肯定啊 有一次人家他们去登那些照片 有一张很多年前很多年前 我拍过一个 你一个封面 你做一个圣诞老公公 我想大概你也拍过很多圣诞老公公 但是我一看我说 哎这个就是我拍的 因为我拍张阿姜 没人可以拍到这个样子 嗯 好 我拍张阿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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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给我的天啊 好 好 嗯 啊